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拍电影一直是我的 小时候的梦想 很多人都以为我 我爱当歌星啊 喜欢创作 当然这是我真正喜欢的 当然也是我的梦想 我的梦很多 但是我太爱看影片 我太爱看电影 那一直都会自己 有自己的幻想 那这次为什么会想要拍 现在所谓的微电影 但是我已经把它拍成 像一部大片 是因为我一直想要实现梦想 那刚好在天时地理人和的情况之下 然后又遇到了很好的一个partner 那我就把这个梦做现代呈现 所以这个微电影 这个是我的第一部 叫做《惊爱》 但是我接下来应该希望 如果顺利的话 每一年我都希望能够有 很特别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我怎么可以 比如讲她外表看起来 她可能只是一个乡下的男孩 我这次扮演的角色 应该要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因为她的前半段她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唇姑 那后来是因为她发现她的丈夫 类似背叛她 就是遗弃她之后 然后所以她就变成另外一个角色 是比较时尚的 然后而且已经当了大明星了 那中间会有一些痛苦的过程 请坐 老板 比较一开始我觉得最大的困扰是 我没有演过电影 然后尤其是哭戏 然后而且再加上我天生乐观 我就是很爱笑 很喜欢很开心的状态 我自己常常是处在一个很开心的状态 所以这部戏可能是给我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 几乎天天都有哭戏 你哭 我很快就带你去城里当大明星 不要哭 她跟她的青梅竹马在一起之后 渴望就是未来给她另外一半有好的生活 所以 简单来说她就是一个积极奋发向上的青年 她想带另外一半到城市里去过更好的生活 美好的将来 为了我们将来 我必须要走 我必须要走 我不是说她的游戏 我也是想带她 我未来的游戏 I shouldn't have feelings like a human, like a human being However, I should be the feeling myself So I had to basically show it with all my presence Not showing it with my face So that was a challenge Also staying for 12 hours wearing a corset It's not that easy, if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但是音樂電語對我來說 如果不是呈現故事 我不喜歡 我喜歡的就是有震撼力 這個歌 我怎麼可以這首歌 它的背景其實就是一個名利 還有愛情 還有所謂的虛榮 還有所謂的遺憾 這樣子的穿插 但最重要的 我覺得人如果一輩子有夢想 但是如果因為夢想而去實現的時候 產生了遺憾 我覺得這是一種到了死 都不會心肝的 都不會心肝的 我要再回覆的時候 我就要一段子塞餅 就一段時間我可能需要塞餅 就完全讓自己可以抽離那個情緒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困難點 因為我這算是第一次參加微電影的一個表演 那對我的挑戰就是說可能上一場我是非常邋遢的 下一場我可能要穿著西裝筆挺 再下下一場可能我就變成另外一個非常 很墮落很消極的樣子 所以變成說我覺得我在心情的轉換 我必須要非常的快速 During making a movie you have no time to relax to get some feelings there is some director telling you ok now cry action and you have to just do this like that 我之前是一個舞蹈老師 那我大部分的表演都是在舞台上比較多 但是這一次我必須要去把我自己變成 戲裡面的那個人 然後你就要去揣摩他的心情 他為什麼在這時候會有這樣的反應 跟什麼我覺得像自己在說故事的 我這次是用我的表演在說故事 我會覺得很有趣 非常非常不一樣 completely difficult especially if this is sunny day and you have a nice feeling and right away in a one second you have to become a ghost for example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想要找到適合的拍檔 那我這次找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 Joanna Moon現在是我英語樂的最好的partner 她是一個 她是來自於外國 所以她有一個國際的概念 那我也認為這個戲如果能夠有她 我會認為這個東西會比較有國際化 那第二 我找了陳子強跟陳宇仁 那這兩位都是我自己的弟弟跟妹妹 那我由他們跟我自己的這個融合度相處之下呢 我認為在我的故事裡面 我不管他們可不可以 我就認為他們一定要變成這樣的角色 我覺得很不一樣的 就是老師的思維 他想的事情都是會讓你覺得 有一種爆炸性的 這樣 我們對潘老師的印象就是他是一個歌手 然後這一次他升格當導演跟編劇 說他整個劇是潘老師自己自導自演自編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來到老師這邊 他不需要很長的潛質思維 我就可以進入那個角色 不是說他沒有準備好 所以他跟我講完之後 那個故事跟我們講完之後 我們就 哇我知道這麼全是 這是故事的故事 and remember why you're here on this earth 如果有存的遺憾而走的人 这个英魂不散的这个心情 我相信真的有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故事 我希望不要让你们觉得是一个鬼片 其实它是一个真正的很值得你看的一个爱情 北京发生的爱情 真实有一半真实的故事所改变的 灵魂对我来讲 它maybe是永恒的 它maybe在梦里面出现的时候 它是要告诉你什么样的讯息 我相信灵魂的存在 但至于是不是永恒我就不是很确定 因为maybe它 当它存在一段时间 它可以去当别的 对 我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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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人都没有存在 但它在这里 所以可能这可能是错 你不存在 你实在存在 因为这些感觉存在 我跟着老师 跟着导演这样拍戏的时候 我觉得它 它是可以把我们大家引导到一个同一个地方 今天不管你是在世界哪一个地方在工作 这是我解释的所谓的灵魂中心思想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很奇妙 它带领我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 它带领我 今天到哪里工作 都是好像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这 这很 很奇怪的感觉 对我来讲 所以 灵魂是存在的 我相信灵魂会有某一部分的记忆 但是会不会像我们剧中这么完整 应该是比较难 就像比如说 有的时候 我们在学习某些东西 会觉得特别有天分 那maybe是你之前学过了 但是 你不会完全记得 它就像你很久没用的东西 那你再一次复习的时候 它会很快的回来 我觉得剧中的那个灵魂有一点可怜 因为它要一直被它的回忆去束缚在某一个地方 我这次为什么要传达给大家的是 有灵魂的这样的故事 其实实际上 我认为人的 人的这个 我们讲的就是七魂六魄 是吧 就是 就是会有七魂六魄 三魂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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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三魂七魄 我怎么会六魂七魄 我自己加的 三魂七魄 所以我为什么会一直想要说 做这样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真正的启发性 我只是希望 人从最简单的爱 其实就已经很满足了 但如果你在满足的过程中 你因为有欲望 而你去实现你可以 但如果你超过了你的能量范围里面 你想要更野心 更奢华 那我觉得这就会产生负能量 那产生负能量以后 你可能就未来 当你走了那一天 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走的 有啊 就是 有一场戏 我们是在 嗯 两个人都在经过一些很巨大的改变之后 后来要反骨 反 反骨 哈哈 后来要 后来要反骨归真 回到最单纯的灵魂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会坐在 我们找了一个井是坐在那个胡同里头 一个矮墙上面 然后 那个墙是已经破损的房子 只剩下一面墙了 第一个我们要上去已经很困难了 然后又两个人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我的partner 比我还紧张 他整个就一直很害怕 然后一直在服东西 我还要安慰他 那其实我自己也很怕 然后 在这个过程都结束 好不容易把这场戏完成以后 我们的这些坏蛋 这些坏蛋 他们就走了 东西收一收就要走了 他们就 不把我们接下来 他们说好直接去下一个场 那我那时候 两个人在上面 你知道那个墙 风一吹都会动的 很可怕 那时候在想说怎么办 对 我觉得这个是 好 印象深刻 你们都给我记住 很快速耶 就是 我们 我们在拍摄好像不到一个礼拜吧 最难忘的不是在拍戏过程上 然后是整个参与整个过程的拍摄一个感觉 所以 我认为 我认为 全我们的工作,全这些日子是兴奋的 我们变成了一种家庭 我感觉了一种特别的关系 我们創造了一种精彩的东西 之后所有工作都完成了 我感觉到非常感激烈 我感觉到这种悲惨在我的心里 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它发生了 因为我的业务或因为我们的团队 大家都回到家 大家都回到家 大家都回到每天的生活 我感觉到这种感觉 有什么奇妙,有什么奇妙的 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全都被记得了 我会记得永远,永远 然后我们的团队是来自印尼的专业的摄影团队 我只能说这个团队它非常的专业跟快速 语言我们是无法理解的 但是,我们用一般基本的英文来沟通 可能我英文程度也没有到那么好 如果你们真的对我的戏很有兴趣 所以,我倒建议你们做一个最特别的 就先看我的六分钟的发续片 我的团队是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 它是从 开始我的所有的剧组 我所谓的拍摄小组 你知道吗? 我们找到了很棒的,很厉害的人 他们感觉到我们的同样 我觉得他们都 都在做 除了他们自己本身专业的事情之外 他们还是会去辅助旁边的工作人员 他们把自己做好之后 他们会去支援其他的部门 语言不通 还可以把这个MTV拍得这么好 然后他们请了所有的大师来的时候 自己扛机器过来 扛了灯光 扛了脚架什么东西带过来 但是只有五天里面 完成了这一个大片 完成了这一个大片 这就是我们的奇迹 有这个感觉 我们有同感觉 我们有同感觉 我们是完美的 比较 我们无法谈论 我们无法谈论 这一个合作的团队最感谢 然后而且觉得最有趣 然后这也是我 从开始从事表演工作 到现在最特别的一个 很特别的经验 非常特别的 它来自于三个 应该算四个地方 当然这个出发点的故事情节 是在于北京 那这北京是我写的剧本 我认为我看到的 跟一个真实改变的故事 第二个是我认为摄影师 还有我认为 跟我合作的partner 努力 我认为 她跟我是非常有契合的 所以呢 她们是来自于 新加坡跟印尼 那我完全不管 她们是来自哪里 我只知道 我要找她们来拍 但是我的拍摄地方 在北京 所以她们就 从头到尾 就把所有的team 所有的这些摄影师 全部集合起来 那第三 当然就是 呃 陈子强跟陈宇荣 那她们从台湾 把她的工作放到一边 我跟她们说 你们一定要赶快过来 那所以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很特别的就是 北京发生的故事 但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几乎都不是真正的 道地的北京人 哦 当然还有一个 欧洲 来自于欧洲的Joanna 所以你看 我这完全是一个 微电影 但是我拍的 居然是一个 国际性的 大手笔的 这个大投资的一部 一部 一部微电影戏 所以 真的 我只能说真的很值得看 而且 我们的辛苦程度 你们可想的 这一部电影戏 啥 喔,ROT EGO 在做過的EGO 在做過EGO PANMEICHEN 你必須非常集會 因為 她雖然不接受任何 Swing 我還不清楚 我還不知道 我還不知 你不知 就做 plots 現在 Aww Action 你能說 這個故事驚愛 这全部的剧组 我发现一件事 我们现在就在产生 最简单的一种简爱 很开心的 最自然的爱 最澄补的爱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 用自己很平常心去想 如果今天是你 爱一个这样的人 你会不会真的很简单的给他 还是你会变成 为了要爱 而变成奢华 我觉得你要自己去想象 我希望大家都要给我支持 跟鼓励 还有给我意见 这是我第一次的微电影 未来每一次 我一定都会有潘美成的风格 但是会有什么样东西呢 请你们拭目以待 You are You are my angel You are my angel You are my angel